来看到有萧小把歪脑筋动到神明的身上 连神明的钱都敢偷吗 这是在宜兰圣后街的一间宫庙 主神这个佩戴三面金牌是不翼而飞 而庙方第二件事就在发现 原来是有名男子爬上了神桌 把价值两万块的金牌给偷走了 而警方现在是成立专案小组 正积极追气当中 光天化日男子竟然爬上神明桌 动手摘下大殿主神所佩戴的三面金牌 宜兰市圣后街上的一间宫庙 正殿主神配挂了三面鸡盘 日前突然不翼而飞 庙方调阅街上 先后发现有名男子一大早九点多 趁着庙方人员不注意 竟然爬上神桌 把神像上的金牌通通偷走 宜兰市我公庙内 神像上一支三面金牌召窃 价值约新台币两万元 经警方组成专案小组 调阅监视器影像笔队 全力追戏中 小小时代太嚣张 光天化日竟然把脑筋 动到神明身上 庙方人员表示 过去从未发生过 神明金牌召窃事件 警方获报后 已经成立专案小组 将会尽数找到这一名 赶在神明面前犯案的窃贼 记得黄帆生 宜兰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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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